就是 把那個 如何制定表單的一些重點 大概說明一下 大概就是幾個步驟 那基本上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上面的這個畫面 如果我今天需要做出類似像這樣一個表單 那我該怎麼做 基本上第一個 一樣先到Visual Basic 那我們怎麼去把那個表單給做出來 基本上特別說請你在你的專案上面 按右鍵 任何個地方都可以插入 在模組上邊上方會有個那個制定表單 基本上就從這邊開始 也就是未來如果你要做個表單你可以從這邊 然後如果我希望那個表單長的是 樣子 就是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這個畫面 那外觀先從外面開始 外面這個叫Home 所以你可能需要設定有三個地方 一個是名稱 一個是Caption 一個是背景 那做法上面不外乎就是第一個 你先 在那個下方這邊會有個屬性工具列 那如果你這個屬性工具列沒有出現的話 記得你可以從檢視裡面 找到有一個叫屬性的 屬性視窗 那這個屬性視窗 一般通常是會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因為你這個可能位置跑掉 沒關係反正就是 也許你在喬給他花一點時間 然後把他放 他跑到這裡來 算了 只要讓他有顯示出來 然後呢 設定好 比如放這邊好了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第一個先把這個表單的 第一個屬性就是 Name 他的名稱改一下 叫Home OK 那以後呢 如果我要把他啟動起來 其實就是Home 就他 點Show就可以了 第二個呢 他的Caption Caption指的是左上角這個 這個上面要輸入什麼樣文字 那比如說我這個上面有輸入一個標準體重計算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 左上角的表單 記得 你就在這個屬性叫Caption 這個屬性裡面的輸入什麼 標準體重計算 OK 就把這個 名稱輸入上去 所以第一個 Name 第二個Caption 第三個是他的背景顏色 那背景顏色 在那個 我們屬性裡面叫 backColor 所以backColor裡面也許給他一個什麼 淺的黃色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淺黃色就出現了 好那第一個我們外觀那個Fone的部分有三個地方 三個屬性 叫屬性 把它做一個變更 第二個呢 我需要做什麼呢 在這個上面 我增加 總共會有這些 身高一直到標準體重 這個叫標籤 Label 另外的話呢 讓使用者輸入身高 身高體重 姓名身高體重 三個文字方塊 再加上一個下拉清單 那標準體重是 當我按下確定這個地方可以自動產生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標籤 只是它是灰色的 然後再兩個按鈕 OK 那如果我要做出這樣的一個畫面 第一個呢 我可以用標籤 Label 拖拉一下 那上面把它輸入 叫做姓名好了 不過姓名這個字太小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字稍微放大一點 那這個地方輸入一個姓名 OK 那字的大小特別就要 Enter一下 姓名就輸入上去 第二個呢 字的大小請你找到 這邊有個Fonds屬性 其實屬性就是它外觀的 那字的大小呢 你請你點擊它之後 旁邊有個很小的按鈕 因為常常同學找不到 點擊這個地方很小的點它 是大概16 OK 這這麼大好了 再來的話 底色也許把它改成深黃 深深一點的黃色好了 也許在back color部分 把顏色調深一點的黃色 看起來反正就同一個色系 OK 好 那再來字的顏色 就是for color 前景顏色 改成紅色的字好了 OK 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一個是 上面的caption屬性 背景顏色 改深一點的黃 黃色 然後在 for color fone OK大概有四個屬性 那你做完一個之後 特別需要 你可以 其實我的習慣這樣 因為 其他的那個標籤 其實長的都一樣 但是如果你又要再做一個 又要再設定四個屬性 浪費時間 所以我的習慣 做好一個之後 你把它拖拉下來 按砍授鍵 複製一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OK 有沒有 而且還蠻整齊的 好有沒有 你看 幾乎一模一模 這個間距都一樣 對不對 因為 以前我的工作就是讓大家表單的 所以很 其實這個感覺跟 Photoshop 還蠻像的 拖拉一下 OK 那你再去修改裡面的 caption 其實就OK了 但是 當然 如果說你 也許你的 手 可能沒有那麼穩 也許你就 偏的很厲害 像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樣 剛好讓他排整齊 其實很簡單 就跟你 這排隊一樣 這排隊一樣 選舉他 第一個選到一定是主控項 一定是白色的 在格式裡面一定有對齊 對齊 比如說 排頭為準 向左看齊 向左 主控項 因為你第一個選到 一定是白色 有沒有 白色的那個圈 其實 這個 選的 一定是這個是主控項 如果你從下面選 下面是主控項 OK 那如果你想要中間 某個當主控項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Ctrl鍵按住 有沒有 這個取消掉 他就變主控項 再點一下 所以你可以藉由那個 Ctrl鍵吧 反正就是 可以再去變化了 印象中可以再去改變他的主 不過如果你是這樣選 先選到就先是主控項 如果你從上到下 上面是主控項 如果你要對齊哪一個的話 你就是主控項左 OK 那再來齁 他的間距不同 格式裡面還有一個什麼 垂直間距 把它設為相等 全部都排整齊 而且齁 其實排完之後 這感覺其實就會非常的整齊 你自己再去調整一下 應該不會差太多了 而且其實你做完之後 如果你懂得這個格式設定 基本上做出來的表單 感覺應該會有個一定的 那個水準 OK 好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啦 其他的這個什麼 身高 體重這些 自己再去改一個名稱 再來的話 就是要讓人家輸入 所以 剛剛是Label 再來請你用什麼Test Box 就是讓人家可以輸入的 拉一個框框 姓名輸入一下 OK 然後在這個再 按Ctrl鍵吧 複製一個 然後下面是 這個是性別 各位可以參考 這個這個上面性別 那這邊有下拉清單 再來標準體重 所以下拉清單是 combo box 拉一下 然後把它拉大小 大概這樣好了 OK 放過來一點點 如果沒有排整齊沒關係 等一下再一起排好了 那這個 最後一個是標準體重 再拉一個標籤好了 OK 那如果說將來 那個大小不一啦 有沒有 不太一樣 沒關係你可以 可以在選取 對其他好了 比如要全部一樣的話 其實格式裡面還有什麼 調整大小呢 可以什麼 完全相同 那完全相同 因為我們選到的第一個 是主控項 白色那個 所以你可以 他會 把其他的 大小都設定跟主控項一樣 完全相同 你會發現 全部都一模一樣大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大小只是怕說 到時候要不要再調整一下他的什麼 對齊方式 左緣一下 不過好像都一樣 兼具色違相等 OK 你會發現 排整齊了 再來就是把什麼 這個裡面的字刪掉 因為 標準體重裡面不要顯示東西 點著掉 Enter 那字可能把它放大一點點 因為到時候 字太小了 你可以再把這邊預設 讓他字稍微設定到16好了 然後顏色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先把它設定為紅色 將來他輸入就會是紅色的字 最後呢 再加上兩個按鈕 這邊有個確定 然後再加一個清楚 確定的話 一樣在這邊把它改一下 Caption 就要確定 做法都一樣 所以你就是直接 Enter 然後顏色的話也許是 字的大小也是大概16號字 那底色的話呢 那底色的話呢 也許 Back color把它改成綠色的 淺綠色的好了 然後前景的顏色把它改成紅色的 好改完 做好一個 再向下 Caption鍵按住 這邊把它改成清除 好 這樣完成 完成之後如果你要顯示的話 這邊有個play鍵 執行他 顯示出來了 但是現在是 還只是樣子而已 還沒有辦法work 所以 等一下要再來看 怎麼樣把它叫出來 你總不可能說以後 其實使用者自行在這邊執行吧 你需要有個機制讓他可以把表單給叫出來 OK 那怎麼做我想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何設計表單 那表單的部分當然你可以先設計一個是 樣板 其他我是建議你用複製的 因為其實這樣的好處就是 每一個都會長得一樣 那再去修改不一樣的地方就可以了 那 最後的話呢 當然可以先 讓他執行看看 是不是如你預期的 狀態 如果不是就稍微再改一下下 那待會再來看 其他還有就是 如何啟動它 然後如何去撰寫程式 讓他可以 達到我們預期 要做到那個效果 就是 可以讓使用者填一些資料 然後填完資料之後呢 可以把 填的資料呢 輸入到 我們指定的儲存格上面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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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